那應該執行是ok的 可是如果NG的話 你可以重新錄製 然後把它覆蓋過去也就ok了 就像錄影嘛 過好的話 重來一遍把它覆蓋過去也ok 那錄完之後的程式 就會在這個劇集裡面被看到 當然你可以執行之外 你也可以按下編輯 可是問題編輯的話你可以按 比如說串接 你按下編輯的話 它理論上呢 它實際上就是什麼 它是會幫你用那個Visual Base把它打開 所以呢 這個編輯是什麼 你就編輯這個程式 那這個程式當然不是你自己寫的 是Excel幫你自動產生的 那只是說呢 如果你想要看得懂的話 至少你要知道說 這個對應的程式裡面 到底幫你產生哪些程式 那你可以按下編輯 那按下編輯之後你會發現 它會跳出一個視窗出來 各位看一下 它實際上 這個視窗呢 就是這個Visual Basic 有沒有它上面是Visual Basic 有沒有它實際上就是 VPA實際上就是Visual Basic for Application 那Appication指的就是Excel 也就是它會幫你把它打開來 然後呢 錄製下來的劇集是放哪裡呢 是放在模組裡面 ok所以特別注意喔 在模組裡面 你可以看到這個模組裡面 產生了兩個東西 一個叫Sub 有沒有發現串接 我剛剛名稱叫串接 所以錄製的名稱呢 基本上前面會有個Sub 然後叫串接 後面的話End Sub 所以第一段程式在這裡 那第二段程式在哪裡呢 第二段程式在這裡 Sub 清楚有沒有 然後後面也有個小括弧 然後一個End Sub 好 那只是說 各位可以看到 當然我是建議 你可以這個可以把它放大 沒關係 當然如果你將來 不小心把它關閉 裡面這個關閉的話 如果你要開的話 其實你可以從什麼 從這邊呢 模組我剛剛講嘛 錄製的 所有程式都在模組裡面 你把它點兩下打開 又出現了 ok如果你不小心把它關閉的話 那各位可以看到 它這個地方開頭 都有所謂的單以後 單以後特別注意喔 是程式裡面的所謂的註解 那註解是不被執行 是寫給你自己看的啦 然後你會發現它開頭是 總共什麼 這邊就告訴你 說這個一般習慣是會把它刪掉 好 那接下來的話 我是建議各位在上面做個註解吧 什麼註解呢 不過在註解之前 你們會發現這個字好像太小了 我建議你可以把字放大 那字如何放大呢 請你在上面工具選項 工具選項 裡面有一個所謂的撰寫風格 預設是9號字 太小了 把它改成大概12吧 我建議大概 或者14吧 那稍微大一點 ok有沒有 稍微大一點 好 那你可以看到 因為我們剛剛錄了三個動作 那其實這三個動作 基本上呢 它的程式就在這裡啦 所以喔 你假如說剛開始看不太懂程式的話 我是建議你可以用錄製劇集 慢慢去了解 只是說呢 你要怎麼去了解程式 我是建議 你可以在那一行程式的上方 加上一個單引號 比如說我第一個動作什麼呢 那我習慣單引號是註解嘛 有沒有 綠色的 我做了第一個動作 游標放在14的儲存格 所以喔 後面你可以打一下 你可以打中文 你可以打英文 你可以打你習慣的語言 你可以打 游標放在14好了 好這樣 有沒有 那你把這個移開 你會把 欸 上面有一行 對應的關係就是這個 所以以後呢 你只要寫VBA 寫Range14.slate 意思是游標放在那個儲存格 那第二個動作什麼呢 在那個儲存格裡面 輸入公式嘛 不過其實有預設的 所以單引號開始 第二步 那我就輸入公式 所以這邊的話你可以 在底下 輸入公式 然後再向下填滿 欸 向下填滿的話呢 其實就是哪一個 其實可以猜得出來 有沒有 就是這一行 叫什麼 然後 selection 這個物件 後面有一個方法 叫 autofill autofill就是什麼 填滿嘛 對不對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喔 剛剛做的滑鼠動作喔 其實就會 幫你產生程式 那也就是說喔 兩者是有關聯性的 也就是說 以後呢 所有的滑鼠鍵盤動作 都可以把它寫成程式 也就是說 所有動作都可以連續做喔 意思是說喔 如果你今天希望把一整天的事情 變成程式 可不可以喔 沒問題喔 也就是說你程式寫完 你所有事情 它都自動會幫你完成 所以第三個 3 這樣嗎 自動填滿喔 比如說 向下填滿 那跟各位講一下喔 這個註解部分後面的那個 至於要打什麼文字啦 你打習慣 你自己習慣都可以 這個沒有一定 自制規矩 這寫給你自己看的 但你要打多一點也沒關係啦 你要打一篇文章 當然也無所 就是你打一個 你自己看得懂 把它當成一個紀錄也OK喔 那清除的話 你會發現 清除也是一樣 有沒有 這邊的話我們第一個動作 第一個動作一樣嘛 所以你其實剛剛 偷懶一下 把這個什麼 把它這複製過來 然後優標放在這邊嘛 有沒有 那Ctrl Shift向下 其實就是這個 所以你其實 第二個動作 2 是什麼 Ctrl Shift向下 然後清除的話是什麼 是第三 就是按下 按下Delete的鍵 這個自己打一下 我這個後面就不打了 好 那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所謂的 在程式裡面加上註解 那你想說 老師那我不加上註解 可不可以 當然程式一樣照跑 可是會有個缺點 就是你之後回頭看 你到底做什麼 你會忘記啦 而且再來的話 你根本不知道 你到底做哪些動作 可是如果你註解打上去之後 你回頭再看程式的話 其實相對也會比較清楚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 請各位 注意一下 怎麼做 一優標先點選劇期 然後這邊有個什麼 按下編輯就OK了 有沒有 跳出來 那我是建議 你可以把字放大 字放大記得在工具選項有沒有 撰寫風格 這邊就可以改 OK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上面就會加上 感覺會很清楚的註解 那以後啦 我建議 如果有時間的話 你可以看做過的動作 你可以自己錄製看看 對應的程式到底怎麼寫 如果你不會寫 也可以讓它自動產生 那我是覺得喔 在Excel裡面寫程式有個優點 就是喔 你有些程式不會寫沒關係 你可以用錄製去 它會幫你產生 那有些會可以自己寫 有些不會沒關係 可以用錄製的 也沒有關係 也可以達到你要的這個效果 OK喔 所以 這個是所謂的 註解 程式裡面的註解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剛剛有把它執行起來 可是問題還是蠻麻煩的 比如你要清楚好了 按下執行 清楚 是可以walk 可是喔 以後呢 如果你還要再去執行它的話 很麻煩 必須要切到開發人員 然後再到那個去期 那如果說你今天希望怎麼樣 最好這邊可以產生兩個按鈕 我按下它 就可以自動walk的話 那該多方便嘛 所以呢 如果你希望讓它可以方便一點的話 這個時候喔 請各位找到喔 開發人員裡面喔 有一個這個有沒有 有點像一個箱子裡面 放一些工具有沒有 那底下插入這兩個按 點下去之後的話 如果你要真的要兩個按鈕的話 特別是喔 請你找到那個 左上角這個按鈕 不過你會發現喔 在那個 這個裡面 有這個是按鈕 下面這個也是按鈕 不過我建議喔 你用上面這個按鈕功能喔 來做會比較簡單 為什麼 因為你直接拖拉 它就會對應到聚集 可是下面這個按鈕 一樣可以產生按鈕 不過它比較麻煩 它變成另外 額外要寫程式喔 所以我是比較推薦喔 你直接用上面這個 那怎麼做喔 一請你先點選那個按鈕 OK 二的話呢 你把游標 有沒有 停在這個空白處喔 它這個時候是十字的 一個滑鼠指標 那請你按住標放 往右下角拖拉 有點像小畫家 拖拉一個舉行一樣 放開 那至於按鈕大小 你可以自己決定 放開之後的話 它會問你說 你這個按鈕 按下它之後呢 那你要去執行哪一段程式啊 那我要執行串接 所以喔 你就直接按確定 不過我建議你按確定之前 請你把串接這兩個字複製起來 那你不複製也可以啦 為什麼要複製喔 按確定你大概就知道了 為什麼 因為上面是按鈕1嘛 那如果你要把那個 名稱直接放這裡的話 當然你可以自己打啦 不過因為我剛剛有複製嘛 所以你可以什麼 Ctrl V貼上就好了 串接就有了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你把油膠點旁邊一下 這個按鈕就產生了 你可以把它點一下 出現了 那清楚怎麼做 一樣道理 再按一下這個有沒有 然後呢 再拖拉它 大概左下角這邊 大概這麼大 最好是跟上面一樣大 然後清除 我的習慣是 複製這兩個字按確定之後 然後呢 把這個按鈕2的部分呢 刪掉 貼上去 這樣子 就完成了 清楚 串接 有沒有 就很方便嘛 所以以後喔 假如說你工作裡面 都有很多按鈕的話 按一按 你就自己搞定了 真的蠻多那個 那個業界學會這東西的那個 這個這個喔 就上班就是直接把按鈕完成 爆表就自動產生了 OK 這樣不是很方便嗎 老闆要什麼 直接怎麼樣 把按鈕做完 很快就可以有個結果了 OK喔 當然自然效率也比較高了 請各位試試看喔 剛剛的這個部分喔 重點回顧 一 就把這個地方編輯 把這邊加上註解 二的話呢 加上按鈕 按鈕部分在這裡 試一下 畫面先畫給各位喔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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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